乌克兰战场风云突变 中美俄三国演义何去何从 现在乌克兰战局 乌克兰对哈尔科夫的进攻 已是主要反击主攻方向 在冬季来临之前 乌克兰想要改变战局 不然等到冬天 欧洲将陷于能源危机 欧洲民众为此将内乱 影响欧洲内部政局 这样欧洲将无力支援乌克兰 目前乌克兰政府需每月50亿美元开支 欧洲之前由于天然气石油供应不足问题 通膨高涨 欧元贬值 欧洲民众民意已反弹 已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欧洲所在国俄乌政策 捷克 法国 德国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政府俄乌支战政策 相信真到了冬季 欧洲民意反弹一定加剧 迫使欧洲更减少对乌克兰的实际经济支持 之前乌克兰每月50亿美元政府开支来自欧洲支持 以减少多有美国支付 未来等到冬季来临 乌克兰必将限于更加被动 所以乌克兰必须在冬季之前改变目前战局 必须取得明显的胜利 至少看起来像是已取得胜利 乌克兰必须要给欧洲与美国以信心 由此才能获得更多经济及军事支援 乌克兰先以赫尔松为攻击方向 攻其俄军必索救 然后突然集中全力重点在哈尔科夫方向重点进攻 并在哈尔科夫已取得了军事战役进展 乌军在顿巴斯和赫尔松的反攻 都是在打俄罗斯后勤基地 这直中了俄军要害 迫使俄军后退 现在连联斯基宣布控制了哈尔科夫边缘重镇 乌军已攻进酷皮杨斯克 9日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30多个定居点 而对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具有战略纵深 俄罗斯国力就一直适合打持久战 俄乌之战拼的是实力 拼的是国家间政治 经济 金融 军事 人口以及未来潜力 而且冬季一向又是俄罗斯的朋友 无论过去的俄法之战还是俄德之战 最终冬季就是俄罗斯战上风的时候 俄罗斯主要反攻时间在冬季 而乌克兰除了人口还可作为战争资源之一 其经济已无来源 包括军事上完全靠美国及欧洲支持 才能撑住战争 为何普京主动进行俄乌之战 俄乌之战固然有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 但在普京眼里 这个也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 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 在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 国际关系体系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 世界上充满活力和前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作用 已经大幅提升 普京说 西方国家试图维护只对他们有利的旧国际秩序 迫使每个人都按照他们发明的臭名昭著的规则生活 而西方国家自己却经常违反这些规则 在美国要求下 西方国家罔顾自己国家民众生活质量和本国社会经济稳定 而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 这实际上就是牺牲自己而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普京眼里的美国就像是垮台前的前苏联 普京认同杜金的观点 认为世界正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格局转变 普京的俄乌之战是反击美国单极霸权的开始 几乎没有人想到俄罗斯不是从军事上取胜为主 而是在金融战场上完胜 俄罗斯除了得到土地 还得到了人口 石油器储藏量 粮食生产基地 亚素海 只要俄罗斯可以经营好以获得的乌克兰土地 那获得土地比一时的经济下滑 利益更持久 这个和我们打台湾相似 法国世界报报道 总部位于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Korea9月5日发布一份报告指出 2月24日至8月24日间 俄罗斯通过出口化石燃料 获得了1580亿欧元的收入 而同一时期 该国对乌军事支出约为1000亿欧元 俄乌之战让俄罗斯净赚了580亿欧元 另外俄罗斯打仗还能赚钱 打仗打的是经济 经济正向的战争才能持久 目前俄罗斯为何不让战争持久 每个月反而有钱赚 所以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效果 正如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在远东经济论台上所说 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另外乌克兰在某次战役战术上的胜利 改变不了其战略上的失败 俄罗斯再等冬天 而乌克兰却想在冬季之前改变战局 也好向美国要求更多经济及军事支援 乌克兰每月支出50亿美元 欧洲已不太想付钱了 现主要由美国支付 而美国军援乌克兰如同过去美国给阿富汗2万亿美元支援 实际阿富汗政府只获得不过1500亿美元 大部分被美国军方及军火公司回扣吃掉了 美国的战略 美国的战略很清楚 就是利用乌克兰来削弱俄欧 美国希望像过去以阿富汗拖垮苏联方式那样 以乌克兰来长期消耗俄罗斯 乌克兰则作为耗材直至彻底消耗为止 然后美国及北约则会以允许波兰吞并西乌克兰部分土地为条件 让波兰作为第二个耗材继续介入俄乌战争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9月9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 如果乌克兰停止军事行动就将不再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 就是指这个意思 总之美国绝不会让俄乌战事停止 美国控制的北约将始终保持让欧洲大陆战事不停 加上制造台海紧张局势 这有助于让欧洲财富持续流入美国 让欧元贬值 为美国升息缩表减通膨脱底 而且欧洲能源价格高涨危机 既有利于美国作为天然气出口国利益 也有助于搞垮欧洲经济 虚弱的欧洲不成为独立的一级 让美国更易控制 使欧洲成为美国的小弟 一起形成反中俄统一战线联盟 以战略遏制中俄这两个美国战略对手 但问题是虚弱的欧洲如何重返亚洲一起对抗中国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而且美国怕一旦俄乌战事停止 俄欧和解 欧元升值 北溪二号再次开通 以欧元支付去美元化 欧元就会再次成为美元竞争对手 而且俄欧一旦和解 美国在欧洲大陆就没有角色 海权国家美国就被边缘化了 所以美国一定会在欧洲大陆 制造两个对手以相互消耗 这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同时美国利用台湾 制造两岸对立紧张 以战略遏制中国 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线 进行离岸制衡的底线是斗而不破 如果中国直接拿下台湾美国就破局 如果俄罗斯让欧洲因能源问题妥协投降 俄欧和解 美国也破局 现在俄乌之战被补足写的是中美两国 而中国是大补 中国无论短期 长期利益都有 中国处于有利位置 美国正将中俄逼到了一起 中美俄三角关系 中俄联手对付美国 中国战略压力减少 中国处于类似二战时美国的角色 可按关火 并将俄罗斯 美国天然气石油转卖欧洲 顺便赚点钱 又获得能源安全及地缘政治利益 并可以承接由于欧洲能源价格高涨 欧洲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不得不转移欧洲工业产业 变到中国 比较中国及美国 由于中国又都是欧洲企业的大市场 加上中国接受了俄罗斯低价能源进口 中国生产用电便宜很多 所以中国更适合转移欧洲企业 9月6日 德国巴斯夫占江一体化基地 手套装置正式投产 总投资达100亿欧元 这就是欧洲企业正转移中国的证明 俄乌之战之后 由中国主导的上河组织 金砖国家组织朋友圈也扩大了 沙特 伊朗更靠近中国 中俄经蒙古的天然气新管道能源贸易协议 将一半以人民币结算 俄乌之战之后 人民币国际化顺势也加快了 俄罗斯也由于俄乌之战 以允许中国进入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中亚 这有助于中国借中乌籍铁路整合中亚区域经济 俄乌之战迫使俄罗斯向东看 也有助于俄罗斯在日本海 西太平洋牵制日本 使得中国在面对台海局势时 迫使日本不得部分兵 日本北方以应对俄罗斯 相对减少了日本在台海方向的兵力部署 都让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 美国拿到短期现实利益 美国从能源 军火这一块收割欧盟几千亿美元 金融这一块收割应该以万亿美元计算 但美国失去的是长期利益 美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正杀鸡取卵 连其盟友也不放过 损害的是美国国家信用 这个与美国是四年一选的短期选举政治利益 并无考虑美国长期国家利益有关 美国避开不去解决国内体制结构性矛盾 转而一致对外转移国内结构性矛盾 问题是这个矛盾靠对外根本解决不了 而且越回避国内矛盾向外 美国越虚弱 而且美国由此损失的是长期国家信用 正逼许多非西方国家反而靠向中俄 而中国虽然也有短期收益 但由于中国体制及文明历史传统 更注重长远国家利益 俄乌之战 中美之间利益取向如同中美在夏威奇那样 美国占的是边角石地 中国则以取势为主 未来中国目标是以俄乌之战事件为起点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逐渐形成中亚 中东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利用基建优势 以泛欧亚铁路网为纽带 将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西欧亚主义理念结合 共同整合欧亚大陆 中俄共同反单极霸权 认可世界多极化发展方向 认可多极化趋势也是中国的国家观点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远东经济论台上说 世界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事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俄罗斯在乌克兰 中国则在台海 正以战略性主动出击打破美国的单极霸权 中俄相向同步而行 各自在东西两线进行地缘战略主动性进攻 可让美国处于战略被动 限于东西两线作战 中俄由此可获得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俄战略合作整合欧亚大陆 俄罗斯目标是欧洲与俄罗斯和解 整合欧洲大陆 中国则以经济影响力 将重心则放在中东 中亚 东南亚形成类似RCEP经济体区域经济整合 形成欧亚区域安全 金融 经济 贸易一体化 形成区域内经济内循环 这也有助于整合欧亚大陆路权力量 以抵御美英海权联盟 以离岸制衡战略 来搞乱欧亚大陆的图谋 最终以欧亚大陆路权影响力 战胜美国海权影响力 现英女王去世有利于英国这一海权国家势力范围衰弱 未来中俄欧 中东 中亚 东南亚融合将是欧亚大陆的理性选择 这样欧亚大陆区域融合 欧亚大陆路权控制力增强 加上二十大之后 大约在冬季祸之后 等欧洲陷入能源危机 并在美国台湾政策法出台之后 中国武统台湾可能性存在 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之后 中国海权必然扩大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大国 为了海上运输通道安全 中国将以强大的海军 获得海权控制力走向深海 也是中国所必须的 中国作为海陆负荷型国家 一定也是海权陆权并局 将让美国海权联盟边缘化 这个才是中国在全球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 这些年中国速度成为国际上的热点新闻 很多国家看到中国发展得那么好 那么快 都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毕竟我们只用了几十年时间 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 回顾历史 中国在20世纪 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普遍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 即便新中国成立初期 也是个一穷二百的农业国 还一度被西方国家联合孤立和压制 要想发展起来 不用个百来年怎么行 然而短短几十年 中国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军事实力位居世界第三名 中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做出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我们肯定是自豪的 但绝不能自负 要时刻认清现实 如今有些人有两个盲目自大的观点 一个是美国打不赢我们 另一个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即将超过美国 对此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张兆忠对这两个观点进行批评 称这是错误的想法 而且还是危险的 局作表示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巨大 负责任的说 就算美国不发展 中国二十年内也很难追上 大家要知道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军事大国 并非一时半会的 而是长达几十年了 美国为了维护其霸主的地位 重点用在提高美军的军事力量上 据悉 美国每一年的军费开支远远高于中国 一般维持在七千亿到九千亿美元之间 这什么概念 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加起来 还没有美国一年的多 美国海空两军的力量是世界最强的 例如航母是国之重器 美国就有了十一艘核航母 七十多艘核潜艇 而中国极有两艘常规动力航母 潜艇数量不及美国一半 隐身战斗机是当今世上最先进的战机 美国在隐身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而且拥有款先进的隐身战机F-22 F-35和全球唯一的一款隐身轰炸机B-2 其空中战机数量多达13000多架 而中国虽然也有五代战斗机歼20 但在数量和战斗经验上就比不过美国 而且中国的战机也才3000多架 由此看来 中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比确实差得太多了 然而 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快 但真正开始现代化发展仅用了几十年而已 我们来看美国 它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当美国已经进入电气时代发展起来时 我国还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时期 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 不能盲目自大 也不可妄自菲薄 我们非常自豪地使我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政策 不向美国到处惹是生非 以至于如今美国日益衰落 中国依然本部发展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我国的综合实力能够到达美国的高度 尽管目前美国还没有做出正式承诺 表示在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时会出兵台海 但是目前 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军实际上 都在为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 做相应的准备和预言 这也让不少美国人感到迷惑 既然美国已经在为可能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 做相应的准备 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在台海问题上 保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呢 如果对台海采取战略清晰政策 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大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优势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专门刊登的一篇文章 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美媒认为 虽然保持战略模糊政策 不一定能够给美国带来相应的好处 但是战略清晰 一定会让美国在台海问题中陷入不利境地 对于美国和台当局来说 美国明确表示自己会武力干涉台海问题 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在台海问题上 保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 但实际上几十年来 中国大陆一直都将美国武力干涉 台海问题作为台海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行考虑 所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在目前公开转向战略清晰政策 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 因为中国大陆早就已经为美军 可能的到来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美国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 目前解放军追求的目标也越来越实际 越来越强调在实际作战中所能够取得的效果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解放军打造了自己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体系 解放军的反舰弹道导弹 学航导弹 高性能战斗机 无人机 先进水雷 静音潜艇和反卫星武器 都能够在战时极大限制 美国对台海问题的干涉能力 无论美国在台海问题上 秉承着何种态度 解放军会继续扩大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兵棋推演结果 到2030年时 中国在台海战事中将能够完全击败美国 即使美国动员了自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 所有军力和军事装备 甚至把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拉上 中国的关岛杀手 航母杀手也能够让解放军 以较低的代价 就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大量的杀伤 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作战力量 很可能在几个小时内 就会被解放军中创 但是美军的增援却要等到几周之后 才能够到达 并且后续到达的美军增援部队 仍然面临着解放军这些低成本 远程攻击武器的威胁 如果美国政府在台海问题上 继续秉承着战略模糊政策 这样在台海战事初期 中国就不会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就立即将攻击力度提升到最高等级 以避免让美国有相应的借口 介入台海战事 这样一来 无论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 还是打算增援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 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应 这将让美国在台海战事中有更大的机会可以战胜中国 但最关键的是 在台海问题上持有战略清晰政策 很容易会被外界认为 是美国政府已经正式和台当局结成了所谓的同盟关系 这种结盟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台当局很有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 将美国这种大国拉入到不必要的冲突中 将美国困在某些麻烦之内 台当局越担心自己会被美国抛弃 那么美国就需要在这种关系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更有可能会被圈牢 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目前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是最合适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圈牢美国的关系最弱 一旦情况不对劲 美国政府随时都能够从台海问题中抽身而出 同时战略清晰政策很容易让台当局在台海问题上变得更加大胆 虽然目前台当局并不一定敢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激进手段 但是当美国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后 台当局的行为就不好确定了 这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快速激化台海局势 所以明确表示自己会保卫台湾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绝对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实际上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看 无论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美国政府放在台面上的一种虚假手段而已 台海问题至于美国 并不涉及美国相应的国家安全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 台海问题只是一个牟利问题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如果台海问题能够长期牵制住中国大陆 并成为美国政府对华谈判的一张王牌 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台海问题就实现了效益上的最大化 在那种情况下战略模糊 战略清晰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并不大 而目前美国在台海问题上 能够闪转腾罗的位置和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打破了 美国在台海地区的绝对军力优势 虽然美国的军力很强大 但是基本上如果不划算 也就是无法为美国赢取利益的话 那么美国除非拥有绝对的军力优势 不然是绝不会开战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台海问题并不是一个牟利问题 而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 即使是台海战士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消耗 我们也会轻力解决台海问题 从这点上来看 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胜负实际上已经确定了